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在现场为各位介绍新加入的几位来宾 包括了郭振亮教授 还有民进党发言人林俊宪先生 以及桃源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毛振飞先生 还有邱毅教授跟凤馨小姐 其实刚才到最后 那么请教副院长的是 关于整个民进党的版本 今天来自于苏贞昌先生 苏贞昌主席说 马英九的这种改革也逼死了劳工 政府不做事只会骂政党 非常不妥当 这是不是国民党年金改革才是逼死劳工 骂政府不要再乱放话乱批评 那么这一点我们欢迎观众朋友 沈浦雄先生 其实我觉得主席这样讲 我可以谅解了 因为第一个时间点 对对方执政党提出这么一个 前所未见的 稍微有真的是有胆识的 一个面对问题的一个改革 主席如果说 像林佐水今天在《苹果日报》说 非常好 是从总统直选 这个国会改选以来最大的工程 我们加以肯定 苏贞昌如果这样讲的话 他就死了 他主席就不用做了 所以我把它看成 这是一个高度党性 partisan的一个喊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不评论了 但是平常你讲今天到目前为止 昨天是丑媳妇见公婆了 对不对 因为是伤到每一个人 是丑媳妇 但是这个媳妇虽然丑 但是是有一点姿色 所以你要看第二天全民的反应 我觉得是正面大于负面 我觉得今天负面的 大部分都在讲劳保 军工教虽然各自的 每一个军工教的人是有不高兴 但是他们很经不起人家的批判 因为树木寺谈出来说 五六万 七八万 你在说什么 所以今天就转向这个劳保的部分 但是劳保的部分分成两个 一个是劳工当事人的反弹 这个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钱少了 对不对 费多了 但是有一些媒体 或者写那些评论的 写专栏的 写短论的 还有一些这个学者专家 他们有些是误解 有些是误导 有些是恐怕刻意夸张 我认为我们昨天 这个比较的结果 其实国民党的版本 跟民进党的版本 除了民进党有一些 郭政党告诉我 是因为理想性的关系 但是是不可行的 那个排除以外 民进党有两个地方 就是军工教的费率 还有这个劳保的这个 替代率 替代率 他避而不谈 他另外一把他讲得很 他说将来事实需要的话 再做调节 那两个避而不谈 但是是很重要的两点以外 我认为这么伟大 把这么艰巨的工程 竟然朝野两党 这么接近 这个美国人羡慕死了 奥巴马如果看到这个 老奴 羡慕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不是没有空间嘛 但是刚才这个江一华 这个副院长 直接在老当的指出来说 他看了详读的这个民进党的版本之后 认为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替代率方面 是给付率方面 是六四的这种比 那么他是认为是非常忧心 让劳工朋友是承担 是费率分担 劳工朋友分担这个四成 那么是这个 这个怎么能够跟社会大众来交代的 这点解释 我想刚刚主持人 他有个引用的那个 苏正当主席的谈话 他是有前提的 他所谓的国民党版的年金改革 才是逼死劳工 他这句话是在回应 这样一话副院长 因为他批评民进党 跟我们刚提的所谓那个六比四 这个会逼死劳工 那我是觉得说 我先回应一下 刚刚沈道老师讲的那些话 我们觉得说 这是朝野所谓的对立 非常难得 就是说对一个公共政策 大家有相同的看法 大家都觉得也知道 这个年金问题一定要解决 所以我们喊出来的东西方向 其实非常的有正面 第一个都是要解决财政 未来可能的财政问题 财政破产的危机 第二个所谓的世代 职业之间的不公平 这个都要解决 所以大家的看法 其实是一致的 那如果就版本的细节 如果有不一样的意见 其实是可以谈的 那我认为江仪化副院长 他应该知道 民进党那个六比四 其实民进党那个不是说 直接就把它改掉六比四 他应该知道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应该知道 第一个我们在整个的整理过程 民进党智库在整理这些过程的时候 其实跟政府所委托的一些学者专家 还有跟政府的甚至一些单位 我们沟通管道都是有的 他们也想知道说 那你民进党的看法 准备怎么提出来 我们不是说 我们做什么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也是有一些意见会来参考 民进党昨天提出这个六比四的时候 因为是同步开记者会 总统在总统府开 我们在党部开的时候 当时是以为国民党最后 他会把所有的都拉到5比5 就是军工教和劳工 劳工都拉到5比5 我们认为说 你如果是5比5 不要说劳工 对军工教都是太高 所以我们认为不要有5比5 因为世界的趋势大概 部署一定要多一点嘛 所以我们才会提出一个6比4 那是临时这样决定的吗 没有 不是临时决定 我们有前提喔 我们说这个要进行社会对话 而且第一个前提是说 如果你全部的人都拉到5比5的话 我们觉得这样太原科了 所以应该要降到6比4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前提 第二个前提 这个要经过社会对话 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话 副院长 你现在还是政府年金改革小组召集人 你应该有那个高度 甚至可能是接行政院长的人 对民进党提出这样一个 所谓6比4 你不应该就直接批评说 民进党要去逼劳工去死了 你应该由管道来了解 沈大老都有办法去问民进党说 你那个6比4是什么东西 沈大老都有问到了 你副院长为什么没有办法 这范园刚刚讲说 昨天在记者会同步的时候 以为国民党提出来的行政院版本 是5比5 所以出来6比4 我稍微请教毛理事长 我要说 我跟政量都常给博士生 博士生硕士生考论文 一个博士生硕士生在口试的时候 他说 跟口试委员说 你应该知道我的什么意思 可是你没有写 我现在要问的 你让我讲完再回应 你们在里面写的 你认为老保的罪事费率是23%多 但是你到最优是16.25% 为什么 你为什么最优是16.25% 16.25%的计算的基础是什么 你为什么是16.25% 国民党里面 他调整到 调整到 25年 调整到 19.5% 他有个时间的轨迹 非常完成的 让你知道说 你每一年调整 你0.5%到最后 19.5% 可以撑到130年 他很清楚的一个结论出来 好 那你的分担比例 6比4 分担比例 6比4 对劳工来说 劳工看得到很紧张啊 你16.5%的保费率 然后分担比例 6比4 等于40% 是原来 现在的劳保制度里面 劳工分担比例要2倍 对劳工来说 他当然造成一种恐慌嘛 好 你今天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如果这中长期 是6比4 中长期的时间是多少 16.25% 那现在如何 他的时间的轨迹是怎么样 你都没有说清楚 你说你国民党应该知道 社会应该知道 媒体应该知道 这点毛理事长可以 代表劳工见朋友 12月份我下南部 碰到高雄民进党 劳工党部的人 他们事实上那时候已经发觉 民进党拿出来的版本 不见得比国民党的版本更好 这直接讲了 我昨天看到六四的时候 我们吓一跳 因为民进党拿的版本是 很快的劳工叫减薪 马上就减薪 国民党拿出来的版本是 劳工不会调薪了 这用台湾话讲 苦笑比没话而已 那个调到19.5% 劳工以后 后面都不太可能再有调薪 每年0.5 0.5 告诉我们说劳工不太可能调薪 所以这两个版本有什么差别 一个差别是马上降薪 一个差别是十几年都不要调薪 二十几年都不要调薪 我们再讲一个东西 劳工并没有说 我要跟公务员比什么东西 这个都没有这样比 可是这一回改下届的版本 我们都降 都有人都被降了 不管假案以安都降了很多 都降了很多 可是也不定然完全如媒体讲说 降了上百万 我们自己也把它算掉 我们很快的找人算出来了 算出来事实上是有降 可是我们今天要回头看 当时平均才领1万3 1万4的人 相对薪水是偏低的人 相对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人 你再砍他20%下去 他怎么活得下 最后的这个生活 最后生活就没办法生活下去 那80%人是领2万块钱以下 这个数据是 然后我会自己提出来 好 我再讲 陶公 我再讲一个 刚刚江英雅讲说 他办了30几场的劳工的 我参加第一场 第一场 进去坐了半个钟头我就出来 那叫政令宣导 然后会主委坐在上面 对下面讲 就是说我今天方向就是这个方向了 你们就怎么吵都没有用了 那方向就是态度非常傲慢 粗鲁的 那我再拿一张单子给大家看 就是他那天 这102年就是1月5号再办了一场 在台北 新北市办的 这个参加的人是什么 有院长 然后拉会主委 还有朱立仁 朱市长 上面写了 本手册警工本座谈会的 请勿对外公开 攸关900多万的工人的东西 你不能让他公开 让他更清楚 我们要是你要更透明 更清楚 全方位的 毫不保留的 你不能不保留 你保留说只能到里面看 然后到里面讲的话 几乎是讲不到这块东西 完全不是在讨论 完全是一个很清楚的 是告诉你 我的方向就是这样子了 财务危机了 我相信劳工都知道财务有危机了 费力会被提高 大家也知道费力会提高 可是我要问的是 我领1万1 我领1万3的人 我再砍下去 我怎么生活 这个火大联盟 刚刚其实在我们这个现场也提出来 就是所有东西已经是告诉我 就已经没有选择了 是铁板一块 当然这个刚才行政院副院长说 这不是这个铁板一块 在未来这一两个月 还有各种的这个冲 各种的这个改变的可能性 可是重点是在于 这个不管从哪一个改革 你刚刚讲说 古秋皮不不会 那是朝野之间 那么都必须要去面对 劳工界的朋友的这个反弹 是不是会减少 可这个在全力以赴 都恐怕没有办法能够让劳工界满意 何况你们朝野这之间彼此还互动 我这边先回应毛理事长一件事情 刚刚毛理事长提到说 就是行政院这次办了那么多的座谈会 然后可是他参加了之后的感觉是 政令宣导 甚至于资料还特别提醒说 不可以拿出来 不可以对外公布 那不是跟刚刚江一华讲的完全相反吗 江一华是说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触及每一位劳工 所以我们会找意见领袖 希望他们跟大家一起 然后把意见都传达出来 那如果按照 刚刚毛理事长 我认为毛理事长讲的都是实话 而且都是真实的一个状况 我认为行政院 马总统不是说 每一个阁员都随时在考评吗 如果行政院去打听的结果 不止一场座谈会 老委会的态度 尤其老委会主委的态度是如此的话 老委会主委请换人 否则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沟通 是没有办法让劳工心服口服的 那过程我做了30分钟 已经听不下去了 你是听不下去走人 听不下去走人 而且不是光我一个 台北市的 北市禅总的理事长 新竹市禅总的理事长 所以这样子的 不是叫我们来谈事情 是完全是一个政力宣导 就是说 邱委员你生几个小孩子 你生几个小孩子 然后最后状况 现在小孩子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现在是少人口的问题 我说这个东西我们都清楚 改革一定有方向 改革一定会有些人 收到一些少 会少 可是这个方式 不是在听我们的意见 我们告诉他 1万3 1万4的 你是不是不要再砍他 2万以下的 起码2万以下的 不要再让他过得更辛苦 2万以上的 做一个微调 做一个调整 我想我在上次在这个节目 也跟涛哥讲 这一部分 起码有些劳工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再继续接下去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件事情 因为接下去的沟通宣导 以及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 如果所用非人 这个制度一定失败 然后接着我再来讲 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的版本 在整个的劳工的这个制度上面 其实没有差别太多 差别在哪里 就是费率一个调的高一点 一个调的低一点 然后在这个平均的投表期限 一个是最高的15年 一个是最高的10年 其实也都是拉长 所以方向是一样的 然后还有第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国民党提出了所得替代率 调整的两个方案 然后民进党是完全没有提这样 然后民进党还提出了一个四六笔 可是这个四六笔的时辰 没有告诉我们 我必须要说 时辰没有告诉我们 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因为随时有可能你们执政了 你们随时有可能要做 那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 可是我回过头来 这里面有可以沟通 我纯粹先就费率来讲 一个说19.5 一个说16.25 虽然看起来差3点多 可是一个说 他的财务健全是30年 一个说财务健全是20年 那这样我听起来 其实两个精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选择说 我现在付少一点 然后以后年轻人 你要付更多一点 一个是说我现在付多一点 以后年轻人就不要跟着提高这么多 我觉得相信来讲 其实年轻人应该比较欢迎国民党的案子 因为对年轻人来说 他如果不赞成国民党的案子的话 他现在刚进入职场 等到他到了40岁的时候 完了财务又不健全了 我要重新来一次了 又要再调高不知道多少了 所以所谓的世代公平 如果是个 我觉得这就现在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合理的来选择 一个就是20年财务健全 一个就是30年财务健全 那大家是要哪一个 所以现在这个重点 这是如果大家共同协力 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台湾 有史以来最艰困的一个年轻问题 还是大家要相互的把他扯坏 相互的争斗 搞得最后崩解 那么大家等着 我觉得因为刚刚奉卿是 纯旧劳保论劳保 他当然就会说你要选哪一个案 可是民进党不是这种思考方式 因为他一开始思考就是社会团结 所以军工教劳保 最后是要一样的 一样 所以是替代率要先压下来 比如说国民党又有个版本 说第一年要剥补最终责任要剥补200亿 对不对 那如果压下来 政府就可以剥补更多 我们是认为说 勞工你要尽量让他能够退休之后 领到了钱 能够尽量维持现状 尽量不要让他会下滑 这是第一个原则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替代率是两党最大的区别 民进党是认为60到70 国民党是75到85 你讲军工教还是讲劳保 军工教 现在我们是讲劳保 可是那个东西会影响到 政府的财政的规规划 那就会影响到 你到底要提拨到劳保这一边 要提拨多少钱 我觉得这样子就有斗争 我先讲一下 不是 这个不是斗争 是因为我们的逻辑是这样 这个不叫斗争 因为我们的逻辑是社会团结 所以最后是要一致的 比如说刚刚沈道老在批评我们说 你们不懂军工教 为什么是10年呢 军工教最后10年是一样的 我们为什么会提出10年 因为我们希望劳工是10年 那因为要一样 所以军工教就变成10年 不需要 逻辑是这样出来的 不需要硬生生的拉成一样 你先把民进党的逻辑先了解清楚 民进党就是认为说 我们是站在劳工在思考他的逻辑 我们认为15年跟10年是有差别的 所以这个部分要帮劳工坚持 一定至少要10年 不能拉长到15年 不然他的那个 整个起算的那个给付薪资 会要得更低了 不是 重点刚才郭正亮先生 一开始讲的就是说 民进党的整个的年轻改革的版本 是促进这个社会团结的 可是在所有的这个知智节里面 跟目前的这个态度跟做法 这是一个往这个社会团结的 还是我特地帮你 我先讲一下就是 我觉得刚刚姜宇华讲的一个重点是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他们讲说 其实劳保的罪事费率是28 可是他最后定出来的是19.5 这中间差了9.5耶 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他说就是因为把过去的债务 一笔勾销政府拨补 我虽然第一年是200亿 可是我每一年都会拨补 都会拨补 而目标就是把那个债务 全部通通都给去掉 所以换句话说 你不管我每个月 到底是填补多少 那只是我政府财政上面 今年多一点 明年少一点 今年少一点 明年多一点的差别 简单来说过去债务一笔勾销 这才是那个拨补的意思 否则怎么会是19.5呢 我相信民进党也是类似 否则不会有一个20年的16.5 我相信是类似的 可是我刚刚讲一下 就是说 其实在所得替代力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我有问过说 为什么要有甲乙两岸 那么当时行政院的人告诉我说 主要的原因是太多劳工说 这所得替代率1.5 绝对不能够调价 好 重点来了 如果是乙案的话 我们大家都比较赞成乙案 如果是乙案的话 它的平均所得 其实都在3万块钱以下的人 它的所得替代率是没有变的 根本没有变的 因为3万元以下 就还是维持1.55 所以它的所得替代率是完全没有变的 所以特点毛理事长可以立刻回应 如果在这种所谓的 A B案的 乙案的这个状况之下 是1.55 就是基本上现在 一个行政院的这个版 我相信这个民进党版 应该也不 不 我说基本上是较多零少 那么 另外一个这个重点 保障弱势 这个原则 刚乙案的有个东西 是18780以下 它没有动到 薪水更低的没有到 可是到3万3的时候动到 差不多一个月就少1,252块钱 到4万3千9就少2,454万 每个月少的 那4万3千9以上的 那少得更多 少得更多 因为4万3千9根本就没有在 没有打开这块 4万3千9就跟4万3千9一样 所以我们就弄一个屋顶 以上的是没有所得替代率的问题 那完全不是替代率 所以真正的是 你薪水低于4万3千以下 这真正牵扯到替代率 他是不是少是我们这 3万块钱以下的 4万3千9就少了 用乙案就少了 4万3千9 这个数字是真实的 而且劳务会用那个什么 用刚刚沈大佬讲的一个 他不可以用26年来算 他应该用35年才来算 这个在起点才叫公平 因为你用26年的话 表示这个劳工几岁才开始就业 要40岁才开始就业 39岁才开始就业 可是一般劳工就业状况 大概35岁就开始就业了 可是比要进入稳定 要到30岁才 才进入一个稳定的工作期 所以他真正应该是用35年来 我想先目前一个最关键的这个问题 如果说这是整个目前看到各种的年金 如果不改变的话 这是未来这个10到20年代全部完蛋 这是个事实 那现在还有什么样的这种方式 那么大家觉得说这个角度零少不能接受 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劳工几岁朋友当然应该提出来 否则的话 我说你是完全砍我的 我没办法接受 每个人都没办法接受 但是问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方式 我先回应一下政量 民进党的版本 当然可能是 本来是以社会团结出发 可是到最后就会成为批斗 因为你没有把整个的问题的内涵 把它弄清楚嘛 你就军公教来说 你不要以为说他是75% 现行人员是75% 他75%里面我说过15%是所谓的基础年金 另外的30%是确定给付的 另外还有30%是确定提拨嘛 你现在劳工本身他的提拨那6% 很多都没有付啊 所以说你不能这样子比 再等于把热狗去比鸡腿啊 你这样比起来是不伦不类啊 你反而造成了劳工的误解 以为说我改革了以后 怎么会小修公仆大坎劳工 其实没有这回事嘛 因为你那30%是确定提拨嘛 你劳工如果提拨也是这么高的话 那双方的所得替代率就会非常的逼近嘛 所以我也回应你一下 确定提拨劳工的6% 很多雇主都是强迫劳工自己付的嘛 就说这个是现实跟法律的脱节 可是行政院从来不去责成劳委会 你要严格落实 不然这些雇主都要抓去关 你没有做这件事嘛 所以劳工现实上必没有这6成2 没有 正量不懂 我跟你讲雇主那6%都负了 但是劳工愿意付那6%的不到3% 不到3%非常低 陈道有讲的事情 所以跟他 劳工没有付 可6%的那个部分 付了啦 也没有付了 你回劳回看他打路带账了 他把他打路带账了 但是这个可以 劳工没付 有的有付 不 涛哥这一点不重要 我现在要讲 刚刚讲一话也知道 不管是学者也好 劳工代表也好 我们也好 大家都倾向已案 大家假案差太大 所以我建议他说假案赶快提早替掉 免得夜长梦多 所以今天民进党 因为他在这个所的替掉的时候 没有交代 如果他把你把议案也回去想一想 觉得说也还好 那劳工也觉得说 如果真的没办法 如果我不接受的话 费率恐怕要比19.5%还要更高 那也觉得说我吞下去了 那他跟我向你报告 就劳工这一块 朝野已经达到共识了 甚至连朝野协商都不用 过了 我在这里替你宣布 替全国人民宣布 替马总统宣布 劳工的部分过了 你知道吗 15年还是不一样 不不 15年 10年 那个可以 所以我跟你讲 刚才江一华也说可以讨论的 也是可以讨论 所以这个不重要你知道吗 但是现在有一个障碍 民进党我听出来了 他们用理想性这三个字 用理想性 要把所有都整合成一块 那我向你报告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如果你说这个不可能的话 那我就抵制所有的改革 那绝对 这推论太快了 没有 因为你看 郭正亮教授讲的说 这个民进党的版本是理想性 这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大家都不能够接受的 因为每个人一砍 不是不是 他要整合成一块 但是如果用这个 绝对这个理想性 这不可能有个年轻改革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没有说是所谓的 我不想说所谓理想性 第一个 两党都有一个承诺 就是说 年轻改革要解决 职业和世代的不公平 都有承诺 国家财政的问题 对 国家财政当然要解决 那国民党的版本 能够解决所谓的 世代跟职业的不公平 那种相对波多感 这个我们也要纳入考量 第二个 民进党对所谓的劳保的给付率 是没有变它 是没有变 不是没有讲到 我们是说 我们是说占不调整 那其实我觉得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沟通 刚凤卿也提到 我觉得未来接下来的 将一化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沟通 刚刚我们提到了 为什么费率 国民党算出来是19.5 民进党是16.25 这很简单 民进党认为 国民党把劳保 那个潜藏性负债 你估得太高 就是说 因为你要缓算回来 你估的是六兆多的话 你缓算回来 可能劳工要给你 要缴到19.5% 那民进党认为 16.25就够了 那你两党的算法有什么不同 这不能讲吗 这可以谈吗 如果你国民党 我刚刚已经说了 你完全说错了 你完全说错了 如果你国民党 执行民进党 你怎么算16.25% 不是 那执行民进党 那执行民进党 我建议郭正亮解释给你听 算法的不同 郭正亮 我们刚刚都已经讲过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让郭正亮解释给你听就好了 我们在里面 我们对外公布 就是这样的公布 我们说两个会有不同 就是你对这个所谓的 不是 你要把六甲缺钱 不要 有 他把人说拿钱 不是要去报簿吗 你们的版本 不是不是 你跟我讲过 看得很自在 总部在的看法 我来讲 你这让我讲完 我就说我们的看法 就是 我们认为国民党 你把那个钱账负债 你高估了 那你现在欺账 我感觉你欺得太多 你19.5你欺账 你欺账很多 你欺账很多 你发出你 你不必要留那么多的钱 我们认为 以20年一个世代来计算 那如果你19.5的话 对限制劳工冲击也太大 所以我们再算一个16.25 那如果两边 你国民党执意 你民党执意算16.25 这不能谈吗 这没什么不能谈的 我来回应 我来回应 我跟你讲 君县 你是有很多误解 为什么呢 因为像一话刚才有讲 那一块钱账债务 不管几兆 的大小 跟这个是无关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刚才把那个 跟波普 你听我讲 联动了 而且把旧的债 切断了 那从此 跟那个无关 所以那个到底要补多少 完全是国库 完全是国库 不是哪新的宝费 来补这一块 道士 布布 你们小心听 道士民进党的宝贝里头 有讲到这一块 民进党讲什么你知道吗 他要把18%所省的钱 来补这一块 我觉得这个充满 充满阶级斗争的味道 而且在政府财政的处理上 绝对没有这一回事 绝对没有说18%我省的钱 要来补这里 哪有这一回事 那是人家傻子 我跟你说 那就是要跟政党 都不欢迎 就这个你可以马上回 这个我真的看起来很不爽 我跟你讲 这个社会团结是说 如果照这个制度走以后 大家都是平起平坐 从那个制度开始 在这个过程 因为有些人有不当的利得 你得到那么大的分配 很多人看不下去 所以我刚刚已经讲说 替代率才是根本性的东西 我们60到70 我刚刚讲理想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主张年终会员金全3 可行 是不是可行 当然没有可行 最后是按照政院版本过 可是这个理想还是要标局 标局就是说 你那个75%还是太多了 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公平的 而且有历史遗留的不正当的修改 我们要凸显这个 你说这个阶段我们会不会过 我认为也不会过 可是这个还是要讲出来 国民党不是讲5年要修订吗 5年都可以讨论啊 如果说这种主张跟未来的财政 逐渐逐渐可以有一些改善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朝向70 或者逐渐朝向 大家低端力出向于智 所以我要回应一下 这为什么不好呢 我跟你讲 政量讲的所谓理想性 你回去看看立法院的记录 我在当立法委员的第二年 修国民年金法的时候 后来没有过 我就把它整合成一块了 但是那个是分立的 我后来聪明的 觉得这是不可行的 现在我担心什么呢 现在如果政量是对的 是代表民进党的立场的话 他坚持这一块 然后他都不过 我问你 你高举这一块 那我问你朝野如何协商 你搞一个不可行的东西 跟你在协商 这里毛振飞毛理事长都可以提得清楚 如果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这个只要说 这是不当的这种分配 劳工朋友当然说 你这个7成5到8成 我刚刚讲的 充其量不够54%拿到的 所得替代率 所以我要要求一致平等 那问题这个 能不能解决这样的这个状况 现在卡在这里了 那个当然解决不了了 可是我们讲一个公道话是 全世界最好的在台湾军公教 全世界最差的在台湾老公 这个假不了的东西 可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跟你谈 是刚刚郭教授讲了一个东西 老年人的安定生活 你该给多少 我们要回到这个老年人的生存权 这个是内政部自己统计的 他说老年人每个月至少要 一万三千四百零一块 这是他退救以后 他最基本的生活 他假如送到安养院的话 最少要花一万七千多块钱 加起来将近三万块钱 可是我们回头看 我们现在才拿多少钱 我们现在的平均才拿一万三 一万三 一万四 我们认为你这样砍下去 当然是砍到我的骨 砍到我的血 我们当然对民进党也有批判 你六四就是眼看了我薪水要降 就立刻降薪 立刻降薪 你说后面往后走 那一定 刚刚香菱讲了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这一些调整费率 我们讲真的在中小企业 就是工人开始要自己薪水 自己付了 刚刚郭伟员讲 郭教授讲了一个 当94年7月1号 通过那个6%的时候 很多中小企业是直接由劳工身上扣6% 不是企业帮你付这个钱 李莱希先生就是当时推动这个政策的人 他讲说 选择心智幸福美满 结果劳工去承担这个 结果我们去承担这个东西 他今天出来抗议 我们认为说应该出来抗议 可是你这个过去对劳工的东西 你是真的应该对劳工抱歉 因为那个制度确实是有问题 我们稍后回来 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这个整个的年金的问题 大家是大鸣大放 就是天津第一 可是重点 这个如果不过的话 要怎么样的去面对 我们可能面临的各种的一个破产 可是要过的话 怎么样能够让大家不能接受不高兴 我们回来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年轻的这种改革 如果这个民进党现在提出来 说是把这个不当的这个利益的话 全部给拉平 这问题能不能够解决 那么劳工朋友当然说你这样子的话 我们劳工站在这个整个的这样的这个角度 军公教7.5到8成 我们也一样的比照 我绝不接受5成的这个状况 如果照刚才郭委员或者邻居先生讲的这个说法的话 民进党结出这么高的理想性 要把军公教跟劳工弄成一样 说实话在立法院 民进党这个理想是不可能落实的 是眼高手低是没有办法的 而国民党里面 刚好有一群人觉得军公教砍得太多 所以这次要提修正案 到最后两军合流 这民进改革在立法院就挫败了 这有高度可能发生 当然啦 两军合流 我真的要拉成一起一样 它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 我能够把两边的费率都拉成一样的 我能够把两边的投保条件 都拉成一模一样的 因为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雇主是不会高薪低暴的 政府作为雇主是不会高薪低暴的 然后呢 当我规定好说军公教人员 你们的保费费率是多少 一个人都逃不掉 因为你们的薪资通通在我这里 可是坦白说 劳保很大的问题是 现在讲19.5就嫌偏高 对不对 可是19.5如果就加上提波力的话 其实是25.5 可是军公教这边 除了这个退幅的部分拉到18之外 它属于公保的部分 现在是8% 以后还要拉高到13% 所以两者加起来是31 那我如果把劳保也拉到31 那两边就一样了 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现实困难 就是我能够把两边的保费费率 拉到一样 现在大家都在计较是 我最后领的所得替代率 可是前面的保费费率 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事实 对 另外讲这个所得替代率 民进党的这个所得替代率里头 它说年资给付率暂时不调整 4就等 等什么呢 等精算后确定收支失衡再调整 那时候发生什么状况 所以这跟刚刚的那个 六四比是长期的 中长期的 那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 这个东西我们等到那个失衡的时候 再调整也不知道 然后呢 他说这个16.25是20年的平衡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20 改了那么大一圈 结果只有20年的平衡的话 这个叫做理想性吗 从我来讲 我觉得要世代世世代代的平衡 才叫做理想性 可是我这边在讲 就是说我觉得民进党的矛盾 是让我比较不能忍受的 林万一今天骂得很凶 是昨天 说怎么见骨见血 其实国民党的案子里头是说 已案 我们大家都比较喜欢已案 是说这个平均投保所得在三万元以下的话 它的年所得替代率是百分之1.55 超过三万元以上的部分 比如说三万五千块钱 那五千块的部分 年所得替代率降为1.3 这是已案 请注意 这就是民进党昨天所提出来的那一份 很完整的资料 在这里面有一段很严重的批评 它的批评是这样讲的 它说2008年7月17号 立法院通过行政院修正 民进党执政时期所推出的 劳保年金化的版本 所以这个是年金化的 是因为国民党政府为了讨好 职业团体的劳工 将年资给付率从1.3% 比1.3%提高为1.55% 所以民进党当年是 见骨见血的给劳工吗 1.1 事实上它第一个百分之1.2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怎么能够自我矛盾到这种程度呢 现在重点就是 这个年金大家合起来 每个人如果都是从 我们台湾的世代永续的这种角度 还不一定 人不自私天诅地灭 原本每一个人会赞成说 我把我这是各种东西 我还角度零少 可是如果大家都用这样的这种情绪的话 这个案子就是过不了 过不了到最后的这个结果 这大家有没有 不会不会 陶哥我告诉你 你为什么 你刚才一再讲 说要把它拉平是很不可能的 如果不可能的话 就报废了 就不要通过 不是这样 我跟你讲如果你讲金额的话 军公交跟劳保是永远劳不进的 但是如果你讲所得替代率 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军公交讲35年 劳保也要讲35年 还有劳退薪制 那个资方6% 拜托拜托 然后那个劳工也付6% 也是35年 我觉得这样算起来 劳工的手的替代率总和 跟军公交差不了很远 可是刚刚郭教授讲 如果把对方的军公交 长期的不当利益 然后全部的除掉的话 对啦 这次很多都废了 所以沈奈尔要讲另外一个东西 43,900 我刚才建议 我刚才建议 5万3,900 6万3,900 不都应该的 拉到6万3,900 我再讲一个东西 劳工事实上 并没有说期待 说我要跟公务员里一样的 从这回大部分的劳工就是 我们接触到的声音说 以现在这个版本 我勉强可以接受 还可以活得下去 谁的版本 就是现在原来这个版本 虽然不好 可是我还可以接受 我起码还可以领到 1万3 1万4 4千万钱 平均是领1万3 1万4 可是现在再出来这个版本 大概只剩1万1万1 这个版本 我刚还是回到郭教授讲的 老年人的一个安定生活 是不是你给我一个老年人 安定的生活 最基本的生活 最基本的生活 你讲这个东西都没有给我的时候 那就拼了 因为我同意说 你太高了 高4万3,900以上 替代率是不是稍微降一点 那个是有道理的 那个到现在 我们都不是谈这一块 我们谈的是 你起码给我的是 可以过一个安定 所以这个基本的原则 如果马英九总统 昨天所宣示的 这一块是 小费较多 零少 照顾弱势 这个应该包含在这个里头 不不不不 保断弱势 不要 曹哥李 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 让我回应毛理事长 因为你这个事情 已经讲三次了 今天你一直在讲 一萬三千多是基本的生活所需 我向你報告 因為現在勞保的 平均投保薪資兩萬四 對不對 所以所得替料理如果有55% 剛好一萬三千二 所以今天如果沒有辦法 達到一萬三千二的話 就是他年資不夠 或者是他的投保薪資 低於兩萬四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要不要設一個 基本的保障名額 地板 對 設個地板 我覺得是不宜的 因為如果有這些人 這種情況的話 我認為這個人就進入 所謂社會救助法的中低 那個收入貨額 可是我們今天 你只要領一萬塊 社會救助法跟你就沒有關係 不是 不是 陶哥 可是問題是 如果三萬塊錢以下 月投保薪資三萬塊錢以下的人 如果他的所得替代率是不變的話 其實剛剛所講那種 領一萬塊錢 一萬兩千塊錢 一萬三千塊錢的 他的月投保薪資 一定在三萬塊錢以下 我們稍後回來 現在這個問題就是 不可能所有人都滿意 幾乎是所有人都不滿意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勉強可以接受 如果大家站在台灣的這個永續經營 可是如果藍綠或者朝野 用這樣的這種方式 那麼誰經得起一個良知的檢驗 我們稍後回來去檢驗 朝野誰再真正的 要付出來一點良知 為台灣的永續經營 馬上回來 我想社會大眾都要請教這個問題 每個人都很火大 每個人最近都不是火大就很無阻 可是政治人物 政黨朝野都必須要經得起檢驗的 所有提的案子 能不能夠真正的可行性的 當然所有理想性都是合理的 可是能不能夠經得起考驗 能夠可行 我先回應一下鳳鑫剛提的 民進黨當時的版本那種 那1.3後來國民黨給它改成1.55 本來是1.1後來變1.3 後來國民黨2009年1月又把它調高到1.55 這樣三年就多了3兆 支出就多了3兆 那個負債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大家都同樣面對這個問題 民進黨為什麼用一個所得替代率 為最主要的原則 18%很高 讓公務人員背了一個臭名 你改成9% 9%就不高嗎 對不對 你18%走入歷史 剛剛講的話在這邊講的 那我請問各位 9%粉末登場 以後勞工銀行就1%多 你會不會什麼9% 不乾淨 這個聲音還是會出來 不好 不聰明 所以應該是把所有的 沒有幾%的問題 用總手的替代率來取代 本來就這樣 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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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跟程序部check 改了 倒過來了 好 如果他有採用民進黨的意見 那就是 也不是常臨的意見 原先他們就這麼想 至少朝野有一個 可以談啊 可以接近的嘛 我認為啦 在4月送進去立法院之前 還有幾個月 還有兩三個月的時間 兩多月 那這一段時間的溝通 就非常重要嘛 你如果這段時間 大家有一個互相瞭解 差異在哪裡 你為什麼這麼算 你為什麼這樣子 那你以後送進去立法院 節省效率 可以談 而且過了機會 非常大 所以民進黨為什麼主張國勢會議 如果馬英九很討厭這四個字 那你用什麼會議都沒關係 現在大家已經是能夠 所有的東西都在這裡 有沒有這所謂的一個共識 差距原本就很小 如果在這樣子 他不是一個需要經過國勢會議 而是大家這個kimoji 或者大家情緒 或者大家政治的權利的利益 擺在一邊 現在能不能擺在一邊 這點勞工朋友最有話要說的 你們要爭取最大的這種權益 但是 我們起碼要保持一個 最低生活標準 這是我們要求的 我們並沒有像 我說要四萬五萬 從來也沒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本來就不一樣 神大老實講 勞工跟公務員就是有不同的 然後你想 如果這個公務員只做 一生只做15年 那怎麼辦 他沒有辦法拿到一萬三 他今天假如只做15年的話 你回頭看他裡面 一定是一個故事在裡面 一定是一個故事在裡面 他不可能只有工作15年 到了55歲 那個是一個很特殊的狀況 可是一般的工人 你假如從23歲當兵退伍 或25歲開始就業 到60歲或65歲 一定是工作30幾年 這個是很正常的 這是合理的中間 其實今天整個年金改革裡面 這兩天出來的這個觀點 或者是標題 軍公交 9% 勞工 較多 零少 公平 只要這一句話 這 就這樣 在一黨如果拿這一句話 這個問題改不下去了 瓜哥 因為這個如果沒有過 就是18%繼續 那筆記檔要不要面對這個結果 人家還是會問你 所以我是覺得整個過程 要有三個指標來評估 第一個就是公平 拉多進 第二個是財政要可行 第三個就是生存權 非常理性 這三個最後會是一個綜合的評估 就是說如果說到時候真的都沒過 這個公平基金我們得0分 18%就繼續 我們怎麼面對選民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可是我們現在就認為 這個生存權的問題 我們確實得到非常多的反應 就是說如果按照新制 我說如果現在都不改了 因為這要從5年變成15年的平均 我覺得重點是15年的平均 對 我覺得重點是在這 剛剛張一華這個副院長講的 不是15年的平均 15年最高嘛 可以考慮10年 對 15年的這個最高的情況 15年的 那也是他沒有講清楚嗎 有有有有 有啦 他最高 不是啦 他剛才這麼來講 現在的制度 他現在是最高的 最低給付是多少錢嘛 現在的制度就是最高的5年的 對 5年裡面的 你少報多或是你多報少這個東西 這個事實上不是可以讓勞工去 他可以回到財稅中心去查嘛 他的收入多少絕對跑不掉 為什麼健保跑不掉 硬保錢都跑不掉 為什麼老保會跑得掉 這個東西只工資不做 國家不可以照顧 補充你一句話 我覺得別的國家是因為 他社會的救助體系比較完整 所以當你做年金改革的時候 人家不會有生存的威脅你知道嗎 可是台灣不是這樣嘛 現在重點 這個生存當然任何人都不容許 在台灣會發生這種情形 而且是保障弱勢 還在整個的社會救助的體系這一塊 那麼但是如果這個問題解決 整個年輕的問題 勞工界的朋友就是 大家願意去面對這個問題 來共同想辦法來過嗎 事實上拉到15年 事實上整個薪水 事實上降了6%到7%左右 這是我們自己算出來 從老保會拿出來數據 我們自己算出來 降了6%左右 所以全面事實上是降了 是 那反而降的東西 就角度低潮 讓過得最辛苦的人還更辛苦 這是我們要求的東西 所以今天講說 我自己生存前沒有 當然會跟你疲勞 這個態度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感覺我們知道 勞工朋友必須要提出來一個 相對的這個案子 現在整個案子還沒有定 怎麼樣能夠所謂的 什麼樣叫做於弱勢的 或者我基本的這種生活權 這一點把它清楚 我們當時有跟勞惠談說 起碼在2萬塊錢以下的 你不要讓他再往下降 可是勞惠不聽我們這塊 不是 他現在3萬塊錢以下的 所得替代率沒有動的話 事實上就沒有動了 你年金2萬塊錢以下的 都不要再去動他 事實上2萬塊以下還會動 沒有動到 所得替代率還是維持 一案的話 他基本上所得替代率還是1.55 那至於他才提到的10年或15年 在協商的時候 就一定會做調整的 這個是很… 我是說你年金2萬塊錢以下的 現在的年金 你2萬塊錢以下 這個天經地義本來就應該保障 可是這個之外 年金的改革針對其他 無論是費率 無論是替代率 無論是15年 無論是各種承擔的六四 還是照目前的這種狀況 這一點如果所有大家朝野 尤其是在朝野 朝野所有政治人物都必須要面臨一個歷史性的這種檢驗 這個改革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們願意去為台灣勇士來做一些改革 還是我只要拿到我自己的政治利益 這一點絕對讓台灣社會大眾必須要經得起檢驗 最後一分鐘 我講執政黨全力在手裡 你要接受大家的檢驗和批評 在你送進立法院之前 你應該要裁量到社會 表示說你這個過程 你各行各業的意見沒有進來 你在野黨的意見沒有進來 到立法院我跟你說 不要說跟在野黨的意見不同 你也沒辦法指揮你自己的政黨 你必須要有強大的名義說 你最後送到立法院這個版本 確實是經過大家所討論過的 譬如說 你執政黨所提出來的他的90字 85字改90字 85字其實都還沒有開始實施 那你90字你是要115年 115年台灣換了4個總統了 能實施嗎 對不對 所以你到底有很多問題 你應該有那個啞亮 難道你要過渡嗎 你要接受大家的討論 對不對 我要說明一下 馬總總昨天一開始就講 這不可能一步到位 它是個漸進的改革 因為你一定有一個調適的過程 所以包含了90字 包含了你費率調高到19.5% 那麼包含了18%的調整 都必須有一個調整漸進的過程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 一個改革既然牽涉範圍這麼大 而每一個人1000多萬的人 都會有痛感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不可能一步到位嘛 所以他提出了一個改革的時程 我覺得比較清楚 甚至拿來做討論的一個 對 基本的一個談討的 這個方案的一個草案是 郭忠祥先生最後是什麼 我還是回歸啦 我是覺得最後 我對這個版本會過還是樂觀 哪一個版本 我覺得最後還是會做一些調整 年輕的整個改革的 可能一些數字 比如說我認為 比如說15年的 可能會再下降 這些都有空間 可是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講 這個18%的改革一定要成功 否則沒有辦法面對選民 至少目前的版本是要砍到9 台銀加這個多少 加7 我覺得這個是最底線的 一定要過的東西 對 可是最基本的一個是 這次是一次真的改革了 不管是 尤其是行政院提出來的 這是讓自己可能會上升 是政權的 這是一個真實的改革 這一點是確實的 關中馬英九 江宇發確實是 那國立黨立院黨同時我不知道 那是另外 我們的來賓裡頭 那個邱毅跟郭正亮 兩個人都說有大風暴 他們都改口了 所以我的樂觀是有道理的 現在我覺得朝野 把他們不一樣的地方挑出來 不超過10項 而且他們的差別不是南原北側 所以這個一協商一下 就會過了 我告訴你 已經走到隧道最後一公里了 看到燈光了 可是這個要擺脫自己整個的朝野 政黨惡鬥的那個 為了權力的一個動機 如果只要擺脫的話 那是看得到一個 沒關係 就算惡鬥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其實 兩個政黨都有提出他們的版本 那我覺得其實至少 一般民眾就算不懂 有事之事可以去把這兩個版本 拿來做比較 然後再比較 大家彼此的這個批評 我也必須講說 剛剛林俊憲發言人在批評 國民黨這85字還沒有上路 就要批評90字 這是一般民嘴的批評 但是民進黨也說 要65歲才可以領 所以其實方向都是一致的 就沒什麼好批評的了 但是真正辦的那是座談會 真正是不要那麼粗魯的 政經先導的方式 對 這起碼是聽聽勞工的聲音 聽勞工到底需要要什麼東西 我想這是我 這勞工界朋友 這個說法一點都不過分 他不只是要傾聽 而且要用心誠懇的去傾聽 而且這意見 如果能夠是台灣民眾都能接受的 就應該把它容納在 整個的一個年金改革方案裡面 可是我們還有沒有時間說 我們可以去拖延用任何的方式 是大家自己心知肚明 更重要的 如果我們現在不做的話 我們整個台灣的子孫 勇士的詛咒我們這一代 這就是在面臉 在我的協議總會 黃安謝謝